我非常诚挚万本的歉意 身穿蓝色上衣的女子 就是日前引发争议的灵性医师娘 面对镜头她两度 向牛肉面店业者举功道歉 现在这个老板 不卖我餐点 台中这位医师娘 日前带着五岁儿子到花莲 一间牛肉面店买晚餐 但是儿子不停乱碰店内的装饰物 还在楼梯间跳来跳去 遭到店家制止却引发对方不满 号召亲友刘富平 其实我们开车开了将近七八个小时 那再加上我前一天晚上 真的就只有睡三个小时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 其实是非常疲累的状态 她还原当时经过 表示自己因为舟车劳顿 再加上想要赶快打包外带 才会情绪控管不佳 因为我知道老板不开心 所以我真的也想要赶快点完离开 小朋友第三次去摸冰箱的时候 大概不会超过三分钟的时间 她真的就是用怒刺的语刺 来告诉我儿子说 不要摸那个东西 然后马上转过头来 直接对着我说 你可不可以管好你的小孩 她说在第一时间 带着孩子甩头离开 但第二次再进入到店内 是心平气和 要求打包餐点 不要店家反要他遵守店规 让他瞬间情绪失控 后续事件在网络上发酵 有不少网友肉搜医师娘 跟她先生的妇产科诊所 让她感到身心俱疲 最主要 这件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先生 还有她的工作场所 医师娘表示事发至今 两天都没有吃好睡好 先生的诊所也被洗腹贫 目前工作也因此停败 只希望透过道歉 能够让世界尽快落幕 家人能够回归到正常生活 TVB新闻中部中心这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